工人党副主席费沙在国会特权委员会上共证时说 工人党领导层包括她本人 不曾向工人党中委或干部透露他们知道前议员蜡玉莎撒谎 她也否认工人党领导曾要求蜡玉莎把谎言带进坟墓 并指蜡玉莎在这件事上共证时撒谎 但她无法解释蜡玉莎为什么要这样做 国会特权委员会发布的第二份特别调查报告披露了更多内容 费沙在共证时透露工人党领导层8月8号获知蜡玉莎撒谎 他们安慰了表示被性侵的蜡玉莎 不过她和党秘书长毕丹心主席林瑞莲 当时没有对蜡玉莎承认撒谎做出反应 也没有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 在今年8月3号和10月4号的国会上 蜡玉莎三次捏造她陪同一名性侵受害女子到警局报案的经过 她声称警方对性侵犯案件处理不当 根据特权委员会的报告 蜡玉莎在宣誓下共证时 声称8月已经告知秘书长毕丹心 主席林瑞莲以及副主席费沙 自己无法为这番发言提供凭据 但三人决定最好的做法是她继续瞒下去 蜡玉莎的共证内容与工人党的官方声明有很大出入 国会特权委员会将继续相关调查 并在必要时听取进一步的共证以及公布调查内容 这次回答案 继续相关调查